天气挺好的,今天适合赶海 这个就是大城的口门的方法 看好了 这边用手摸一下 你看,水上喷水 之后后方30厘米左右 这出来了吧 真好 大潮继续走着 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推大潮推得比较远 海星都在下单上了 这种海星是没法吃的,朋友们 只能看一看 晾干之后就是一个标本 这个带走吧 这个就是标准的 那个鸡屎罗的行动轨迹了 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我杀了 其实吧,每一种海鲜 它的特点 像这个鸡屎罗 是不是做着梦就出来了 这儿又来了一个小河豚 有的朋友问啊 为什么河豚在海边 那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是就是这个样子啊 好了,放一下吧 一会儿涨好就来了 这儿 小骨包 又是一个花担蟹啊 现在的小骨包啊 海螺还小了 再过几天 五月份左右吧 就是小骨包底下就是那个啥了 就是那个海螺了 这儿就是橡皮铲 也叫玉米螺啊 看到了吗 这个有朋友说 说那个怎么怎么吃呢 之后咱也不会吃 太小了 这边这个密度 太大了密度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不要了 你看 你看 太密了 密的长不长不起来 朋友们 呃 这是 随便随便挖啊 你看 这小骨 哎 我还以为是个大海螺呢 让它吃个阿鸡蛋 哎 前面这个地方 想什么来什么 朋友们啊 这个 看到了吗 哎呦 还扎手啊 里边可能吃了个 吃了个螃蟹菜 这是个大海螺 真漂亮啊 有的朋友问 为什么海螺在海边呢 可能是被里边 拔花架的人 给拔出来了 之后 之后就随着浪 吹到这个地方 正好都被我给捡钱了 是不是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解释 收了啊 哎 你看这底下 哎呦 螃蟹还盖了个房子啊 还挺会收拾的 啊 一室一听的 哎 是个软壳朋友们啊 这个呢 就不要了这个啊 放在这边吧 因为软壳啊 就就代表它退壳之后 长大了又 这边 又来个大海螺 这个再挖手之后啊 两个海螺回家给它 炖个鸡蛋 打上个炖个汤喝啊 那味道 太好吃了 正好啊 海螺不能吃多了 有股有股腥味啊 不知道 是我不会做 还是怎么回事 哎呦 这边 我刚过着就开始蹦前了啊 一条小鱼 太小了 放回海边吧 走你 你看前面的地方 这儿 看到了吧 这个呢 应该就是 摩眼螺的特点 只要摩眼螺 因为它 比较大啊 这是个小螃蟹啊 这边啊 我看看啊 是不是摩眼螺 哎呀 还真是个摩眼螺啊 这个不错 带走吧 真好 是不是挺好的 摩眼螺大 小螃蟹 放在你 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对就这儿 刚才要看见 哎呦 你说我来 你还握啥 已经没什么用了啊 你还已经属于我了 是不是 就不用握啥了 真好啊 螃蟹带走 回家给它披上 红色的战袍 更加的漂亮 开始长潮了啊 哎 你看这石头底下 这海星 吸的真紧啊 看一个 看腿的吗 朋友们 两个 这边 三个 这不是海星啊 小的没法吃朋友们 大的呢 可以给它蒸一下 吃中间那个籽 挺好的知道吧 哎呦 这个 刚出水的海星 就是漂亮 朋友们啊 看到了吗 是不是 真好吧 这个呢 不要了 给它放过去啊 以后它又吸上去了 嗯 这底下 又来了一个 哎呀 海星还真不少 你看那边还有 是不是啊 这个太小了 不要了啊 没法吃 这个